据CBS News 5月12日的报道 老年人和其他依赖社会保障福利的人 明年可能迎来1981年以来最大的生活费调整 美国老年人权益倡导组织预测 这一调整幅度将达到8.6% 据美国老年人联盟的一项最新预测 美国人每月的社保支票约为1658美元 这意味着到2023年初 受益人每月能多拿142.60美元 平均社保支票将涨到约1800美元 1月份6900万领取社保金的美国人的生活费上调5.9% 创1982年以来最大增幅 但到2022年通胀率已攀升至远高于这一数字的水平 侵蚀了许多老年人的购买力 每月社会保障支出增加8.6% 这可能会让数百万老年人得到一些安慰 他们正努力跟上从汽油到杂货等各种消费成本飙升的步伐 美国社会保障局将在10月份根据前三个月的通胀数据 设定2023年的生活费调整 这意味着实际利率上调可能与老年人联盟的预测有所不同 老年人联盟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政策分析师表示 自2000年以来 社保金实际购买力下降40% 部分原因是生活费涨幅跟不上通胀 不仅如此 计算增长幅度的指数 也没有考虑到老年人在医疗方面的开支更多等实际情况 随着实际购买力下降 越来越多老人依赖食物银行和粮食券 该组织调查发现 一月份有45%的受访者依赖这些资源获得食物 是去年10月的两倍 美国总统拜登5月12日通过白宫官网宣布 美国新冠病毒相关死亡人数达到100万人 标示着一个悲惨的里程碑 将降半期为逝者默哀直至2022年5月16日日落 拜登敦促美国人在持续的疫情中保持警惕 以挽救更多生命 根据联邦数据 美国新冠死亡数据呈足以间差异 其中非洲裔、亚裔、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 因新冠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一到两倍 美国CDC的更新数据显示 新冠病毒是2021年美国第三大死亡原因 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 部分医学专家认为 当前的新冠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被大大低估 这是由于各州和地方的报告不一致导致 南加州城县拉固纳尼戈尔 5月11日午后发生大火 摧毁超过20栋豪宅 据称由于海风及地形环境影响 起初在拉固纳尼戈尔市与另一海滨城市 拉固纳滩之间的近200亩灌木杂草发生野火 野火快速蔓延至山坡地的海景防射区 截至12日早间 野火尚未完全控制 至少一名消防员在铺火中受伤 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朝中社5月12日报道 朝鲜劳动党在平壤召开研究抗击新冠疫情会议 朝鲜本月8日在对平壤的一例发热患者监测后发现 该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会议决定朝鲜开始实行最大应急防疫体系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朝鲜全国所有市郡进行封锁 各级单位要切断病毒传播空间 卫生部门和应急检疫部门严格对所有居民进行密集筛查 建立医学监测体系采取积极治疗措施 金正恩表示 朝鲜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消除本次疫情 5月12日西藏航空公司TV9833航班在执行重庆至林芝客运任务时 在重庆机场起飞滑跑过程中偏出跑道 根据机组反应 飞机在起飞过程中出现异常 按程序中断起飞 偏出跑道后发动机擦地起火 目前已扑面 机上共计122人 其中旅客113人 机组9人 已全部安全撤离 在撤离过程中 有36人擦伤扭伤 已及时送到当地医院检查 目前重庆机场一条跑道关闭 其他两条跑道正常运行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重庆监管局已启动应急预案 并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开展调查处置